男人切开腐蚀的宇航服面罩 赫然出现一只暴脸虫紧紧吸附在船员脸上 当试图夹起他的触手时 环绕脖子的尾巴静缠得更紧 但暴脸虫却并不想杀死他 反而通过口腔使他麻痹昏睡 不断给他抒养 除此之外 仿佛还持续往他体内 传输某种不知名液体 到底是什么样的太空生物才有如此能力 这便是影史科幻恐怖经典电影 异形中的名场面 本片由大名鼎鼎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 雷德利斯科特于1979年导演 赛博朋克创始作《银翼杀手》 以及那部马特达蒙在火星中土豆的科幻电影《火星救援》 都出自老维之手 而也是这样一部电影 它改变了科幻片的历史走向 在恐怖领域的分支上无限拓展 影响了后世同类型的科幻恐怖电影 这一切都要从本部电影讲起 在未来的宇宙中 人类的商业活动已经延伸至太空的辽阔领域 黑暗而寂静的宇宙中 一艘名为诺斯号的宇宙货船 正装载着价值连城的2000万吨矿石 准备回归地球 突然间操作台的显示器上 跃现出一段神秘的信号 七名船员从漫长的休眠中缓缓苏醒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早已注定 当船员们来到操作台后 却震惊地发现飞船尚未进入太阳系 按照计划此刻 他们应该已经靠近地球才对 舰长迅速找到了答案 原来飞船拦截到了一段疑似求救信号 导致自动改变了航线 飞船正在朝着信号的源头展开搜救 维修员老黑对此提出了抗议 他认为这项没有报酬的任务并非他们的责任 科学家艾士却告诉他 在起飞前飞船与所有人签订了合约 合约明确规定若接收到智慧生命的求救信号 他们必须前往调查 如若违约他们将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此他们必须前往发出信号的星球 经过详尽分析他们获悉信号来自一颗小行星 小行星很快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然而飞船刚一降落就遭到破坏 虽然维修员老黑和帽子男原本只需几个小时修复 却故意拖延超过20个小时 作为对任务不满的发现 随后他们发现这颗星球的大气环境极为原始 充斥着氮气高浓度二氧化碳和乙丸的空气 温度一直维持在零度以下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是否存在着生命的奇迹呢 舰长率领着两位船员勇往之前 靠近信号员的位置只有两公里 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后 并入眼帘的是一艘外形奇特的飞船 他们决定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奥秘 踏入飞船控制室时 他们发现一个巨人的尸体出现在眼前 这个尸体在后续的作品中被称为太空骑士 由于已经过了漫长岁月 巨人的身体已经化为了一句化石 他们注意到巨人的胸骨全部向外突出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生前从他的胸腔中钻船 与此同时 女主角雷普利在飞船上解码的部分信号中发现 这段信号可能并非求救信号 而是警告信号 他想将这个消息告知其他三人 但碍事表示现在去找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最好待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归来 另一边凯恩在飞船底部 发现了一堆像蛋一样的肉球 这些肉球似乎正在孕育着某种依然存活的生物 突然肉球的顶端如花苞般绽放开来 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他试图一探究竟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的生物袭击了 随后凯恩被成功救回 但他仍然被某种未知生物附着着 雷普利坚守着规定拒绝打开舱门 根据规定为了防止生物感染船员 必须进行24小时的隔离 然而舰长坚信救援行动的紧迫性 他将每个船员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然而就在他们争执不下时 碍事悄悄打开了舱门并进入医疗室 他才发现凯恩的头盔上已经腐蚀出了一个洞 当他打开头盔后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身形怪异的生物静静地附着在凯恩的脸上 他有八只脚紧紧抱住凯恩的头部 尾巴则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这正是无数人童年噩梦中的爆脸虫 舰长坚持要将其移除 但当他划开爆脸虫的皮肤时 一股具有强腐蚀性的液体喷涌而出 飞船迅速被腐蚀 甚至连第二层都被侵蚀 直到第三层才停下来 这使众人意识到绝对不能在飞船内杀死爆脸虫 然而还没等他们想出对策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凯恩脸上的爆脸虫竟然不见了 舰长和其他三人立即在医疗室里四处搜寻 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直到爆脸虫从天花板上掉到雷普利身上 雷普利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然而这只爆脸虫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雷普利认为应该立即丢弃它 但爱石却提出应该将它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毕竟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 既然已经确定这里没有其他人类存在 他们决定重新启动飞船准备离开 这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凯恩突然醒来 他看起来似乎恢复正常 却毫不知情他的生命在爆脸虫附着 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就在大家一起愉快地享用晚餐时 凯恩突然表现得不对劲 他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剧烈地颤抖起来 接下来另一个名场面诞生 一只异形从凯恩的胸前钻出来 异形立即意识到对方人数众多 于是迅速逃离 在场的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众人在整个飞船中四处寻找异形 虽然只有一只异形 但在这幽暗而静谧的飞船中 让人感觉他无处不在 仿佛下一刻就会从船员的背后发动攻击 然后帽子男捡起了异形脱落的皮 这并不是什么好征兆 然而第一个发现异形的却是雷普利的猫 始料未及的是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异形的成长如此迅速 他的口水不断流淌 然后伸出腹嘴咬住了帽子男 当老黑和雷普利听到惨叫声赶来时 异形已经带着帽子男从天花板上逃走 帽子男的死史气氛变得更加沉重 压抑感笼罩着众人 通过分析后 他们认为异形很可能通过通风管道移动 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通风管道通向主空气舱 而中间只有一个维修孔 只要他们将异形赶进空气舱 就可以将它丢弃到太空中去 于是他们准备分成三组行动 艾石和雷普利守在主空气舱 老黑和帽子男的妻子守在维修孔口 舰长或许出于内疚 拿着喷火枪亲自钻进通风管道 毕竟正是因为他坚持将凯恩带回飞船 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很快他们在追踪器上发现了异形的信号 然而当舰长到达信号来源位置时 异形的信号突然消失 舰长在地上摸到了一滩黏糊糊的液体 紧接着异形的信号再次出现 并且迅速接近 众人都为舰长担心 只有艾石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 大家不断呼喊着让舰长快逃 但闭塞黑暗的通道是异形的主战场 舰长牺牲了 这种无形的恐惧感激垮了众人的心理防线 人性的弱点开始显露出来 船户员哭着认为他们应该放弃飞船 乘坐太空梭逃离 然而太空梭只能容纳三个人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其中一个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老黑失去了理智 准备拿着喷火枪与异形直接对抗 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 仍然保持冷静的雷普利稳定了大家的士气 他认为将异形逼近空气舱是最好的方法 在电脑面前雷普利想询问飞船 要如何消灭异形 但电脑给出的回答是无法解释 然后雷普利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原来在飞船起航之前 就植入了一个代号为937的特殊指令 这条指令只允许科学顾问碍事查看 内容包括改变航道调查外星生物和采集标本 而且一切都以标本为优先 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包括船员们的生命 得知这个真相后雷普利感到绝望 原来他们只是被公司当作吸引异形的诱饵 难怪艾石一直帮助异形 雷普利想要告诉老黑他们这个消息 却被艾石阻止 接着艾石疯狂地攻击雷普利 将他打得奄奄一息 幸运的是老黑及时赶到 他挥起铁棒猛击艾石 艾石的身体像失去控制一样 不停地喷射出乳白色液体 老黑再次用力砸向艾石的头部 结果艾石的头惊悚地掉了下来 原来艾石是公司派来的生化人 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异形开发生化武器 雷普利认为 艾石应该知道如何消灭异异形的方法 于是他修复了艾石的一部分功能 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杀死异形 因为异形是完美的有机体 无论是身体结构 还是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大 既然无法消灭异形 霍利普决定炸毁飞船 然后三人乘坐太空舱逃离 然而在船呼员和老黑 取出冷冻系统中的冷却计时 异形再次出现船呼员被吓住 而老黑试图用喷火枪攻击异形 但船呼员已经被恐惧所控制 最终导致他们俩都被异形杀死 容不得雷普利感到悲伤和绝望 他知道时间所剩不多 因此立刻启动了飞船的自爆系统 在十分钟后 飞船将会彻底爆炸成碎片 紧接着他赶往太空缩的位置 是意外地发现了异形的潮雪 船长和修理工竟然还没有死亡 但已经成为异形繁殖后代的养分 船长勉励说出了杀了我这句话 雷普利明白无法拯救他们 只能使用喷火枪帮助他们从地狱中解脱 此时离爆炸只剩下最后三分钟 然而通向太空锁的道路被异形阻挡住了 雷普利不得不迅速返回控制室 企图关闭自爆系统 可自爆系统在启动五分钟后无法取消 雷普利只能再次冒险穿过异形的阻拦前往太空锁 幸运的是异形已经离开了 他成功进入了太空锁 飞船随后完全爆炸发出刺眼的光芒 雷普利放松下来因为在这样的强烈爆炸中 没有生物能够幸存 他长时间紧张的神经使他瘫坐在椅子上 等到完全放松下来后 他准备设定新航线 但异形的爪子突然从旁边伸出 雷普利惊慌地逃进了工具柜 原来异形已经隐藏在太空梭里 但他看起来非常虚弱 雷普利看着旁边的宇航服 心中有了计划 他悄悄穿上宇航服拿起一把枪 然后打开冷却系统将异形逼了出来 此时雷普利其实已经极度恐惧 全身颤抖不止 但他仍然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 当异形靠近他时 他立刻按下舱门开关 他瞬间被吸出去但没有完全离开 随后雷普利利用钢索将异形彻底击退出去 弹枪被舱门夹住异形趁机沿着钢索爬了回来 似乎打算再次进入太空锁 雷普利按下了动力开关超高温度的火焰 瞬间融化了钢索 最终消灭了异形 异形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科幻恐怖片 它也涉及了对人类存在 生命起源和道德伦理的深刻思考 他探索了科技进步与人类野心的冲突 以及面对未知恐惧时的生存本能 观众被带入一个黑暗危险且充满未知的宇宙 与传员们一同经历了恐怖和绝望的考验 异形女王正在蠕动着自己的身体 产下一颗又一颗的异形卵 她从头盔中伸出自己的头骨来 张开血盆大口 随时要对雷普利发起进攻 雷普利看着眼前这只庞然大物 知道自己这次遇到异形的大暴走 异形女王身姿庞大 上半身更是比普通异形巨大 四周弥漫着异形的包围 雷普利依然启动风火器 威胁着这些暴脸重脸 意想不到的是 女王竟然理解了她的意图 立刻让身边的异形后退 但留着这些异形卵 对于人类的威胁实在太大 后撤到安全距离时 她用喷火枪对着暴脸重脸开始猛喷 随即雷普利立刻带着纽特逃离 被惹急的女王直接扯断了下半身 开始展开对主角们的追杀 这便是异形二中的名场面 如果说上一部中仅有一只异形 就将雷普利的传员们屠杀殆尽 给观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感的话 那么在第二部中 雷普利即将面对上百只异形生物 甚至还要遭遇异形女王 第二部异形的导演也由老雷 换成了鄙视钢音指导终结者 而变成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科幻片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如今的观众对于他的熟知 想必大多数都是从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才认识的 而现在的他则是实实在在的影史票房制造者 全球电影排行榜中 也只有巅峰时期的漫威才能独占亚军 前五的席位则被卡梅隆独揽了三个 足以证明卡梅隆在商业片领域的成就 有多么让人叹为观止 同样当年一行二的票房 也是达到了成本的十倍之多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詹姆斯·卡梅隆的异形世界 雷普利在第一部电影中成功完成任务后 进入了休眠舱 准备返回地球 然而由于太空缩偏离了航道 他在太空中漂泊了整整57年 直到太空救援队将他救回地球 尽管雷普利醒来后有些虚弱 但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不久之后一位名叫巴特的男人受公司派遣来探望他 当雷普利得知自己已经沉睡了57年后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情绪失控 甚至在夜晚做了个关于异形寄生的噩梦 第二天他准备参加飞船爆炸事件的听证会前 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去世 这对刚刚成为母亲的他来说是一大遗憾 在听证会上 雷普利详细讲述了飞船爆炸的经过 然而公司却否认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并宣称在那颗星球上也没有发现任何生命存在 他们认为雷普利编造这样的谎言只是为了逃避责任 于是公司直接吊销了他的飞船驾驶执照 让他只能去码头工作搬火 雷普利也从主席的口中得知 事实上 公司之所以相信这颗星球上没有其他生物 是因为他们在20年前开始改造这个星球 将其大气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类呼吸的状态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外星殖民地 有六七十户人家在这里定居 并仍在不断探索 好巧不巧 雷普利刚苏醒没多久 一家殖民者就发现了一艘飞船 正是第一步中那艘装有一型的飞船 夫妻俩穿上太空服进入飞船 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女儿扭特为他们担心不已 突然妻子慌张地打开车门 发出求救信号 而他胀错的脸上正盘踞着一只暴脸虫 很快整个殖民基地就与公司失去了联系 公司也终于意识到雷普利说的是事实 于是巴特与高曼中尉前来找到雷普利 邀请他成为顾问 并一起前往那颗星球了解情况 然而雷普利经历了那一场可怕的噩梦后 才勉强逃出那个地狱般的地方 自然不愿再回去 即使巴特已恢复他的飞行执照作为回报 也无法打动他 然而 那个夜晚 雷普利再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消灭一行 他将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之中 巴特也向他保证 公司的目标是消灭一行 而不是将其带回进行研究 于是雷普利决定再次登上前往那颗星球的飞船 一同前往的还有个战斗小队 以及每艘飞船的标配 那就是生化人主教 雷普利在得知船上有个生化人后情绪激动 毕竟他和他的船员曾经受到生化人艾石的伤害 主教立即解释说 艾石是旧一代的生化人 存在许多缺陷 而作为最新一代生化人的他绝对不会伤害人类 即使这样说 雷普利依然无法对他放下戒心 进行任务前 雷普利向众人讲述了一行的诞生过程 然而这些士兵似乎对一行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凭借巨大的火力 杀死一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使得雷普利感到担忧 毕竟殖民地已经被一行入侵 估计已经孵化出了大量的一行 经过一段飞行 飞船迅速抵达了殖民基地 高曼派出先头部队进入基地探查情况 然而基地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 工作人员也不见踪影 地上留下了许多被一行强酸血液腐蚀的痕迹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迹象 他们认为一行应该已经离开 于是高曼下令全员进入基地 然而雷普利内心总是感到一丝不安 进入实验室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几个玻璃容器中装着暴脸虫的尸体 其中两只依然存活 看来公司在收到警报后 曾对这些暴脸虫进行实验 不料研究是发生了意外 最终遭到了一行的袭击 他们在随后的搜索中 没有过多的进展 不过幸运地发现了 藏在通风管道中的小女孩纽特 他的家人都被一行所杀 看着如此可怜的小女孩 雷普利的母性被唤起 将她视为自己的女儿来照顾 很快通过殖民者身上的追踪器 发现他们聚集在地下三层 在那里他们发现墙壁上 布满了类似分泌物的东西 形成了一个巢穴般的地方 快要接近信号园时 雷普利发现这个基地 就是一座核反应炉 如果开火的话 整座基地都将爆炸 高曼中卫则命令手下 使用喷火枪作为武器 当众人来到最里面时 那些殖民者被分泌物困在墙上 成为一行诞生的容器 地上堆满了暴脸虫的尸体 显然已经有很多只一行成功诞生 突然他们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女人 但老观众们都知道 她显然已经被一行击生 不可能活着 紧接着一只一行从她的胸前钻了出来 队员们立刻用喷火枪将其烧死 这也惊动了潜伏中的一行们 对士兵们发动袭击 面对只有喷火枪作为武器的士兵们 无力抵抗的局面 情况变得紧急 队员们纷纷葬送于一行手下 雷普利当机立断 驾驶穿假车去接应他们 然而当他赶到时 只有四个队员成功逃出 其中一个在断后时遭到一行的埋伏 虽然队友开枪将其击毙 但一行的血液喷溅到他身上 当场被腐蚀毙命 最终只有三人得救 雷普利认为唯一彻底消灭一行的方法 是从空中投放核弹 炸毁整个基地 巴特听到这个提议立即反对 他认为基地是公司投入巨资建造的 并且一行是有价值的生物 可以给人类造福 人类无权毁灭他们 然而逃出升天的队员们并没有理会他 他们准备登上战机并直接投放核弹 但一只一行早已潜入战机中 杀死了两个驾驶员 导致战机失控并坠毁 绝望的他们只能先躲进基地的中控室 雷普利依然沉着冷静 他找到基地平面图 确定了通往主控室的所有路线 他们只需封锁这些通道 这样一行只能通过两条走廊进入主控室 安装在走廊上的自动机枪就会识别射击 就像塔防游戏一样 弹药迅速消耗 为了省成本 即使看不到战斗的全貌 也能挠不到现场的惨烈 两只机枪的弹药很快耗尽 同时主教那边传来坏消息 紧急通风口发生损毁 大量有毒气体很快就会释放 他们必须尽快撤离 主教自到奋勇去修复基地控制塔的通讯系统 这样就能远程操控飞船上的战机 如果一切顺利两个小时后战机就会到达 与此同时子弹完全耗尽 异形终于撤退了 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许久没有休息的雷普利 来到纽特这里准备休息一会儿 雷普利瞇了一会儿醒来 发现装着爆脸虫的玻璃容器被打翻在地 他立刻叫醒纽特 果然他刚一起身 一只爆脸虫就扑了过来 幸好他反应迅速躲过了攻击 但大门已经被锁死无法打开 他只好冲着摄像头求救 然而显示器却被巴特关掉 雷普利随即用打火机触发了灭火警报 吸引众人前来营救 但那只爆脸虫再次扑向雷普利 他的尾巴死死缠绕住了他的脖子 而纽特的身后也出现了一只爆脸虫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希克斯破窗而入 两只爆脸虫都被他击杀 众人也揭穿了巴特的阴谋后 他企图利用寄生在雷普利尸体上的异形样本 运到地球交给公司 然而就在他们还未能解决巴特之际 电源突然被异形切断 探测器上显示大批异形正在接近 而这次他们不再选择正面进攻 而是巧妙地顺着管道逼近 异常惨烈的战斗即刻爆发 但由于异形的数量实在太多 他们只能不断后撤 然而他们撤退的通道却被巴特锁住了 但巴特没多久也惨遭异形的毒手 紧接着 众人匆忙躲进通风管道 但女汉子在后方负责断后事受了重伤 无法行动 中尉立即返回营救他 最终两人被异形包围 紧紧拥抱在一起 引爆了手中的炸弹 爆炸的冲击波导致 纽特失手掉进下方的管道 幸运的是他手上戴着定位手表 雷普利和希克斯迅速找到了他 然而还未来的即将地板拆开 一只异形悄然来到他的背后 随即他与异形一同消失无踪 这使平时总能保持冷静的 雷普利首次出现崩溃的情绪 毕竟他已经把纽特当作自己的女儿 随后希克斯射杀了一只异形 但胸口却被异形的血液腐蚀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失去了战斗能力 这时由主教操控的战机终于抵达 然而雷普利并不打算就此离开 他坚信纽特仍然存活 决心将他救回来 雷普利全副武装 勇闯一行潮雪 发现纽特并非已经丧命 而是即将被暴脸虫寄生 紧急赶到的雷普利成功击败了这只暴脸虫 成功解救了纽特 然而在逃离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闯入了暴脸虫的孵化室 暴脸虫卵覆盖了整个空间 且不断增长 雷普利也第一次见到了一行女王的全貌 如开头所述 雷普利也没有恐慌 直接端了一行的老巢 带着小女孩跑了出去 就在即将爆炸的那一刻 他们成功登上了战机顺利逃脱 回到飞船上 他们都以为可以松口气时 突然间主教的身体被一行女王穿透 原来一行女王悄悄地藏在战机下 跟随着他们一起来到了飞船 趁着女王搜寻小女孩下落时 雷普利进入舱门穿上了起虫战甲 这也是电影中少有的高燃时刻 雷普利与女王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雷普利打算故技重施 打开船舱门将一行女王甩出太空 但一行女王死死抓住她 将她也带了下去 当她试图再次攀爬上来时 她的脚再次被一行女王抓住 处境十分危险 雷普利别无选择 只能冒险一搏 她打开了飞船舱门 借助太空的压墙 庞大的一行女王瞬间被甩飞 而雷普利也险些掉落太空 最后她逐渐爬回船内 当舱门关闭时 这场战斗才终于结束 希克斯和主教被雷普利放入了休眠舱 而雷普利与纽特也随之进入了又一场休眠 电影的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 相比较老雷在第一部中创造的宏大一行世界观 与那种幽暗闭塞的观影感受 在卡梅隆这里 变成了他一贯的大场面视听营造 包括电影中殖民外星球的设定 对资本科技寡头那贪婪欲望的展现 都能看到日后阿凡达的影子 作为科幻商业片来说 本片毫无意外是上乘之作 整体完成度很高 和第一部一样 将雷普利描述成一个勇敢无畏 且沉着冷静的女英雄形象 本部由于添了一个小女孩角色 使得观众在如此展现力量的电影中 看到了一丝母性伟大的光辉 不得不说卡梅隆真是商业片的奇才 从卡车司机入行电影界 从编剧到做视觉特效 到终结者一的横空出世 再到杰克和罗斯于冰山下的深情永别 和阿凡达系列缔造的技术变革 如今好莱坞顶尖的大导演卡梅隆 每一次上映的电影 都会将电影技术的天花板 再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期的点赞量如果过万的话 下一期就选评论区 点赞量最高的那部电影做解说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样的卡梅隆作品 或者其他科幻片导演的作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女上尉被这只异形给弊动在墙上 她伸出长长的口气 闻闻了眼前瑟瑟发抖的上尉 那满脸的口水都快见女人脸上 可这只异形却只是闻了闻 她没有动嘴 就带着刚杀死的猎物上天花板跑了 这只杀人如麻的异形 居然放过了眼前的女人 原因竟是她怀了异形宝宝 女上尉不敢继续逗留 连忙就要去告诉这个星球的人 异形要来了 这颗星球曾经被人类殖民并用于挖矿 但现在已经废弃成为流放犯人的地方 过去曾有5000名犯人 而现在只剩下了25个 各个都是罪恶滔天的男性 要么是杀人犯 要么是强奸犯 据说他们都是双弯染色体 性情暴躁易怒 在医学上被称为超雄 为了约束他们让他们好好干活 他们在物质上没有任何枪支武器 并由修士负责传教和洗脑 通过强硬的管理方式保持着相对的和谐 在上一部中 雷普利战胜了异形女王 随后与幸存的人一起进入休眠 然而封闭的太空舱内 隐藏的一个异形卵已经孵化 一只豹面虫爬上了东眠舱 并打碎玻璃寻找身体 舱内立刻响起警报声 随后逃生舱迅速带着东眠人员离开太空船 降落到了一个名叫复仇161的行星上 医疗官克莱门斯救下了浑身 由乌云倒在海边的雷普利 但东眠舱中的另外两人和生化人主教都不幸遇难 监狱长迅速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意外 救援小队将在一周后到达 在克莱门斯的照料下 雷普利很快苏醒过来 得知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后 他执意要去逃生舱查看情况 结果雷普利在纽特的东眠舱旁 发现了被酸血腐蚀的痕迹 深感不妙之际 他要求解剖纽特的尸体 克莱门斯认为没必要 根据经验判断 小女孩明显是由于低温舱破裂后溺水身亡 然而雷普利坚持要求解剖 只能勉强答应 但在克莱门斯打开纽特的胸枪后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让雷普利松了口气 然而雷普利不知道的是 当伙伴们的尸体被扔进熔炉时 一只小异形从监狱屠宰场的牛市中冲出 摇摇晃晃地逃走了 为避免在一群罪犯中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雷普利剃光了头发 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囚犯们对他的关注 克莱门斯对神秘的雷普利充满好奇 他想知道雷普利的秘密 但雷普利不愿用口头回答 只能通过身体语言来交流 就在此时在通风管工作的囚犯意外发现了异形 但被异形的酸血喷中 痛苦地被旋转的大风扇打成碎块 随后克莱门斯在检查现场时 发现了一个被俯视出的异形洞 与他在纽特东棉舱旁看到的痕迹一模一样 他追问雷普利这到底是什么 而雷普利告诉他 要弄清楚一切 必须询问生化人主教 在克莱门斯的指点下雷普利来到了垃圾场 找到了残缺的主教 当他准备扛着主教回去时 被那些被邪念冲昏头脑的囚犯用武力拦截 并准备施报 幸亏狄伦及时赶到救下了雷普利 惊魂未定的雷普利回到卧室 为主教通上电 询问主教太空舱上是否有异形 才得知飞船在航行中突然起火 导致他们被迫降落 且异形一直与他们同在 飞船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被电脑传给了公司 也就是说公司知道发生的一切 雷普利怀疑公司可能仍然想获得异形的样本 因此决定向主教确认 然而主教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请求雷普利切断电源 他想就这样消失 雷普利虽然舍不得 但还是决定尊重主教的选择 就在此时在隧道里检查设备的三名囚犯 被异形出其不意的袭击 只有一个精神疯狂的傻子逃出来 嚷嚷着说有一条大龙杀了其他两人 监狱长却不相信他的话 雷普利知道那个傻子并非说谎 于是找到了监狱长 向他讲述了有关异形的一切 并希望能够获得武器来自卫 然而监狱长却告诉他除了几把砍刀外 这里没有其他高科技武器 绝望的雷普利被监狱长重新送回医疗室 与克莱门斯一起等待救援队的到来 就在这时 雷普利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 正当他接受克莱门斯注射药物时 突然帘子背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异形 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异形迅速抓住了克莱门斯 将他的脑袋一掏而空 当场丧生 紧接着异形直奔雷普利而来 雷普利已经无能为力 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然而意外的是 异形靠近闻了闻 竟然扭头离开 从通风口逃走了 惊恐万分的雷普利赶紧逃到大厅 警告其他人异形人即将到来 然而监狱长却粗鲁地否认了雷普利的说法 就在此时异形从天而降现身说法 将监狱长带走 留下了一地的血迹 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要求雷普利提供主意 根据他的经验 他知道异形非常害怕火 考虑到这里没有什么可用的武器 所以他们决定使用火攻的计划 雷普利决定给通道涂抹易燃物 点燃后用火将异形逼到 密不透风的荷被料室中 将其关在里面 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 然而一名囚犯被异形袭击 不小心丢失了助燃器 瞬间整个通道被熊熊大火点燃 夺去了十多人的生命 囚犯们由于这次意外 变得更加暴躁和绝望 与此同时雷普利越来越感到身体不适 于是前往东眠舱 在监狱长的助手帮助下 对自己进行扫描 雷普利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里有一只小异形 而且还是异形女皇 他明白放出异形式走上绝路 于是让助手发出信号撤回救生船 然而那个想要生存的助手 却拒绝了他 与此同时上级也收到了 东眠舱的扫描资料 紧急医疗小组将在两小时内到达 他们要求助手将隔离雷普利中卫 作为第一优先等级 然而此时的雷普利 独自前往异形所在地 希望与异形同归于尽 但异形却没有杀死他 走投无路的雷普利 希望狄伦杀死自己 但狄伦拒绝了 他要求雷普利与他一起杀死异形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然后他才会帮助雷普利 实现他的愿望 随后狄伦和雷普利 告诉囚犯们他们的计划 即将异形引入模具中 然后倒入热铅水将其烫死 囚犯们没有武器 只拿着燃烧弹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诱饵 将异形引向模具的方向 然而由于接二连三的意外 其中一个接一个的被杀死 最终狄伦假装挟持雷普利 引起了异形女皇的愤怒尖叫 追赶他们进入模具 狄伦留下来作为诱饵 让雷普利爬上模具 然后沸腾的热铅水倾泻而下 将异形和异形封在模具中 然而异形因求生欲望强烈 从滚烫的铅水中跳了出来 在半空中与雷普利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戏 最终雷普利打开了冷却水开关 冷却水从天而降 浇灭了全身炽热的异形 使其直接爆成渣 这时助手带着紧急医疗小组到达现场 主教的创造者博士出现了 告诉雷普利 只要他跟他们回到飞船上 就可以帮助他取出异形女皇 然而雷普利知道 他们会留下一形女皇进行研究 导致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经过深思熟虑 雷普利拉起了他们之间的铁丝 在唯一幸存的囚犯的帮助下 操纵一气缓缓地滑向熔炉上方 这时医疗人员射伤了那个囚犯 意识到不对劲的助手从背后袭击了博士 但被救援小队当场射杀身亡 紧接着在博士呼喊的声音中 雷普利优美地养身倒下 掉进了滚烫的熔炉中 与他体内的异形女皇同归于尽 雷普利与一行三次斗智斗勇的战斗 在这一刻终于迎来了结局 一行三是一部令人充满期待的科幻惊悚电影 它继承了系列前两部的紧张氛围和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同时又在深度和品味上展现出了全新的高度 该片由导演精湛的镜头运用 和紧凑的叙事结构带来了极致的观影体验 从片头的惊险开场到结尾的震撼高潮 每一个场景都恰到好处地传递出紧张与恐怖的氛围 导演在镜头运动和画面构图上的精心设计 使得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与角色一同经历着生死的考验 无论是高速追逐还是生死搏动 每一帧都充满了紧张感和刺激 让观众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 除了精彩的视觉呈现 影片还深入探索了人性的边界和道德的困境 通过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性的挣扎 影片引发观众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伦理的思考 主人公雷普利在生存与牺牲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而他与狄伦之间的情感纠葛 也展现了人性的脆弱和坚韧 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让观众不仅被剧情所吸引 更深入思考了现实中的道德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 此外 异形3 还通过对异形的形象和象征意义的重新诠释 为观众呈现出更多层次的故事 异形不仅是一种致命的生物 更是人类无法掌控的内在恐惧和欲望的象征 他们既是生存的威胁也是人类心里深处的阴影 影片通过对异形的在创造 深化了对恐惧和内心黑暗的探索 引发观众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这个女人小心翼翼地撕掉手上的死皮 然后捡起玻璃碎片当中的脚皮 直接就粘在了伤口上面 她紧紧按住 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那脚皮竟严丝合缝地将伤口愈合了 这让眼前的女人大为吃惊 现在她终于有办法恢复自己溃烂的身体了 她名叫奇拉 原本是一个身材高挑年轻貌美的女子 这天她与自己的情人约会 来到了她的公寓 两人经过一夜的温存 奇拉一觉醒来 发现身旁空无一人 甚至自己给她发信息 也没有丝毫回复的迹象 这让奇拉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快餐关系 她与自己的朋友吐槽这件事 但话说到一半朋友就莫名其妙地挂掉了 可等她正一祸时 发现自己又无缘无故地重新走到了昨晚的那间公寓 她拿起手中的钥匙打算尝试一下 果然门真的打开了 房间里的陈设是如此的熟悉 但她对此却毫无记忆 她用手机向家里的号码打去 可没想到公寓里的座机竟突然响了起来 难道这里真的是她的家吗 奇拉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手指开始出现如鱼鳞般的死皮 密密麻麻 她将死皮慢慢扣下 鲜血顺着伤口就开始往下游 奇拉使劲握住手指 这才停止流淌 直到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奇拉拉拉开门 却因身体剧烈的疼痛蜷缩着昏倒在地 这时路过的女邻居索菲亚看到昏倒的奇拉 就将她拂回了房间 索菲亚很是热情非常细心地照顾奇拉 对她嘘寒问暖 俩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索菲亚说自己才刚刚搬到这里 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 以后如果行的话 可以让奇拉一起带她多玩一玩 奇拉也很是高兴 与索菲亚一起共进晚餐 奇拉表示自己这段时间以来 不停地看到幻觉 一些不存在的人 还有经常听到房间里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 甚至自己的身体都开始出现一些大面积的腐烂 这些让她很是害怕与焦虑 索菲亚非常关心地向她表示 去医院看看一定都会没事的 可能只是简单的过敏反应 俩人交谈甚欢 拿起酒杯就干了起来 但一下太过用力不小心打破了酒杯 慌忙之中玻璃渣瞬间割破了索菲亚的脚踝 奇拉收拾地上破碎的玻璃渣 无意中发现玻璃渣中索菲亚残留的皮肤组织 净瞬间就可以与自己的溃烂的手指融合 之前的死皮也恢复了原貌 这让奇拉心中也渐渐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到了与医生约定的那天 经过女医生的检查得知 奇拉的身体正在发生非正常的细胞分解 如果是一般人的细胞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再生 只有当人衰老时新细胞的再生能力才会降低 而年轻的奇拉她的细胞正在急速地老化 女医生也看出奇拉常伴有记忆缺失 这都与她身体的衰老有关 奇拉希望医生能够为她移植新的皮肤 但医生却让她耐心等待几天 等检测结果出来后再进行移植手术 可奇拉身体衰老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 几个小时之后 死皮就已经几乎布满了奇拉的整条胳膊 即使她换了一家医院 大夫依然是无能为力 这种情况奇拉感到十分绝望 奇拉潜入停尸房 掀开女尸身上的白布 显然这具女尸才死去不久 肌肤还如此剔透 这让一旁的奇拉看着忍不住地去触摸她的身体 她缓缓拿起一旁的手术刀 向女尸的身体划去 随即摘掉肩膀上的绷带 露出底下一道道如白菜花的皮肤 当即就撕下自己的一块死皮 将刚才从女尸身上割下的皮肤 贴在了自己身上 想与她换皮 但奇拉此刻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仿佛身体正在剧烈排斥女尸的皮肤 直到皮肤掉了下来 这动静也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 进到停尸房中查看情况 见到了未盖部的女尸 并发现了躲在门后的奇拉 她只好一路狂奔 进入了电梯这才躲过抓捕 女人逃到昏暗的街道上 没来得及喘气 就已经开始痛哭流涕 她独自一人来到街角的小酒馆 借酒消愁 看着女酒保鲜嫩年轻的肉体 奇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那个邪恶的想法再次出现 趁着就剩自己一个客人的时候 奇拉悄悄跟在了女酒保的后面 尾随到了地下室 没等女酒保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把她袭击倒地 奇拉整个人都焕然新生 全身的皮肤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时索菲亚再次上门拜访 看着浴缸中不寻常的血迹 她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 反而还开着奇拉的玩笑话 可奇拉反而自己先蹦不住了 自顾自地就哭了出来 索菲亚上前安慰奇奇拉 先是用摸头 再是动嘴 这种安慰技巧大家也是想学 两人也算是确定了关系 没过多久 奇拉的身体再次发生老化 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多 她无法承受这样的自己 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次的对象是一个夜店舞女 奇拉把舞女打晕了之后 再次扯下她身上的皮 换到了自己身上 而索菲亚却早已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 坚持她的一举一动 奇拉对于索菲亚这冒犯的举动 感到十分不适 不听她解释就甩开她自己走了 晚上奇拉独自一人回忆起之前的画面 顿时心中升起了十足的愧疚感 但渴望年轻渴望美貌的她 无法抑制这种夺取他人皮肤的冲动 甚至这种害怕衰老的恐惧 让她在镜中看到了老去的自己 可身体不断地老化溃烂死皮 让奇拉整个人的心灵都开始一化 她不再感到快乐与温暖 哪怕此刻浴室里有下一个献祭者 奇拉也毫无感觉 看着眼前恐慌的女人 仿佛就在看着猎物一般 第二天奇拉再去找女医生 希望赶紧进行皮肤移植手术 但女医生却表示 她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手段 利用干细胞繁殖 就能重新让奇拉恢复正常 但得再等几天的检查 方才能安全手术 可心急如焚的奇拉哪还等得了几天 当天晚上就潜入了女医生的办公室 偷出了治疗方案等资料 带回了家 想与索菲亚一起观看这些秘密档案 但索菲亚却在观看的过程中 不停地劝告奇拉 里面可能会有自己不想知道的内容 仿佛索菲亚早已知晓了什么 直到奇拉打开了自己的详细资料 一切的真相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奇拉并不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 而是一个白发苍苍已经垂暮的六寻老妇 渴望年轻容颜的她 甘愿参加了女医生的科学实验 虽然奇拉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年轻 但这副皮囊带来的代价就是 记忆的缺少浑身的疼痛 以及内溃烂的皮肤 不过如此 奇拉不断在生活中看到的小女孩 那正是自己的女儿 而之前与自己的男人正是已经去世的老公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人生居然是这样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奇拉 拿起手中的燃料 看着幻觉中那个曾经的爱人 依然还是一把火烧掉了曾经的一切 在得知了自己女儿住址后 即使奇拉知道不应该去找她 可依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想法 敲开了女儿家的门铃 迎练而来的小女孩 活泼可爱 与奇拉热情地打招呼 可无意中看到了她身上的死皮 静下地大叫起来 引得女孩的母亲上前查看 那人的样子与奇拉几乎一模一样 想必那人正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那个小女孩则是她的孙女 这时的奇拉心想 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参加那场实验 此刻必然与女儿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晚上奇拉与索菲亚探讨人生 索菲亚这时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新邻居 而是女医生派出来监视奇拉的员工 就算此刻她爱上了奇拉 但碍于任务 索菲亚只好用安眠药将奇拉昏睡了过去 等到她醒来自己已经被束缚在手术台上 一旁还放在一具失败的实验对象 这时女医生静止地走了进来 对着奇拉开始滔滔不绝 说她是整个科学实验中最成功的对象 只有她的身体才能完美适配其他人的皮肤 随即就开始拿奇拉的身体 开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等在外面的索菲亚 看不得自己的爱人如此受折磨 闯来了近来向女医生求情放过她 但女医生表示这一切都是她之前自愿的 一旦与我们签署了实验协议 那么奇拉的一切事宜都将受到他们的控制 包括她的身体与自由 可索菲亚不听女医生的阻拦 强行就要解开束缚带奇拉走 女医生见此情景只好来应得了 拿起手中准备好的注射器 将毒药直接扎在了索菲亚的脖子里 慌乱之中奇拉拿起一旁的架子 用力地砸在女医生的头上 女医生当场GG 随后奇拉拖着爱人一路逃窜 抢走守卫的手枪 指着眼前的女护士 向他们索要解药 但他们表示这种毒素无药可解 一怒之下 奇拉也是毫不犹豫 咔咔两枪就杀掉了这两个护士 并患上了年轻护士的皮肤 索菲亚抚摸着奇拉光滑的面庞 也知道奇拉的杀戮欲望 终将因为渴望年轻而无法消退 最后自己再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后 用枪结束掉了奇拉的生命 这个女人正被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溺到水中 她浑身不停地颤抖抽搐 布满血丝的双眼正死死盯着那平静的天空 随着孩子毫不犹豫地按下他们的母亲 即使她怎么挣扎 孩子们依然没有放手 直到母亲慢慢没有了动静 没有了呼吸 孩子们才将母亲从水里拖了上来 对着她的胸口开始做心肺复苏 她的孩子们认为 只有淹死自己的母亲才能够救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几天之前 一家人还其乐融融 母亲夜里在医院当着保安 兼职偷点安眠药出来补贴家用 现在白天连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 就要送自己的孩子们去上学了 可就在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车窗外的太阳突然剧烈地闪烁了一下 母亲以及马路上的汽车全部都失去了店里 开始失灵 母亲的车被侧面而来的 把COV给撞翻倒了 滚到了底下的湖中 母亲与儿子艰难地爬了上岸 可是小女儿却没那么幸运 她刚刚失去了整整一分钟的知觉 为了避免有什么后遗症 母亲还是带着孩子们去往附近的医院检查 可医院里此刻一片狼藉 伤患挤满了这个地方 医护人员眼看他们一家人没有什么大碍 就急忙去照顾其他病人了 但这场太阳药班活动 不仅让全球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 人们也无法进入睡眠 就连医院里的植物人 纷纷都苏醒了过来 晚上母亲回到家中 与家人商量明天的计划 之后自己盯好了一旁的闹钟 可几个小时过去了 自己和儿子却没有丝毫入睡的迹象 但出人意料的是 自己的小女儿却睡得十分香甜 为了让自己与家人可以正常入眠 母亲趁着夜色 闯回了自己工作的医院 想要偷一些安眠药给家人服用 这时一个军人突然发现了他的刑迹 当场质疑他在干什么 索性军人的上级少校出现救了母亲 从事精神科类的研究 少校带人拿走了医院中所有的纸质资料 并希望母亲现在能跟自己到基地去 人类此刻需要她的能力 但母亲一头雾水 不理解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校就向属下交代了一些事 匆匆忙忙离开了 而那位属下则告诉母亲 现在人类离世界末日不远了 所有人类都无法入眠 48小时不睡觉就会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 69小时就开始出现幻觉和行动问题 随后是器官衰竭 身体瘫痪直至心跳停止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如果在五天之内 无法研究出方案 那时将会是人类灭绝之日 现在整个基地都是为了一个发现的入眠者准备的 但母亲却质疑到 自己的小女儿能够正常地睡觉 这一消息让属下激动不已 俩人随即也回家去找小女儿 但经过十个小时的无眠 母亲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开始不对劲 墨写了十个数已经错了两个 当务之急需立马带着女儿去搞清楚失眠的原因 一路上因为缺觉而异常兴奋焦虑的人 在大街上肆意地破坏抢劫药店 但即使是麻醉剂都无法使人们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因为小女儿能够正常入眠 孩子的外婆就把她带到了教堂 希望众人能够对着小女孩祈祷 以请求上帝的原谅 重新还于人类睡眠的能力 但疯狂的信徒们却无法等待 叫喊着把女孩献祭掉 牺牲掉她一个就能换来整个人类的延续 此刻母亲等人姗姗来迟 不顾众人的阻拦也要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可这般信徒到了这个时候哪还管那么多 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统统都扔到一边 其中一个警察当即就拿起枪爆了那个属下的头 其他信徒也如鸟兽一般 朝着小女儿逃跑的方向就追了过去 而母亲趁重人乱作一团 找到了小女儿 带着家人一路逃到了大陆上 方才慌张的心这才平定了下来 儿子拿着刚才从尸体中掏出的基地地址 告诉母亲现在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往这个地方 即使母亲再觉得那个地方不靠谱 但几天之后人类没有解药灭亡之后 自己女儿这么小 也没有办法在空荡的世界存活下去 母亲只能答应儿子去往基地 母亲从废弃的处理场中 搞到了一辆可以发动的汽车 带着孩子们就上路了 一路上破败不堪 即使全人类才失眠俩天 可文明似乎已经走了她的生命尽头 母亲从死人身上顺走一把手枪来防身 一家人来到一座图书馆寻找地图 母亲将女儿拉到一边 让她以后用心学习 即使自己不在了也能够照顾自己 这番操作让女儿十分伤心 不愿意相信以后会离开母亲身边 当下就跑了出去 而自己的儿子也质疑母亲 为什么刚才会对自己开枪 现在他们已经整整四天没睡觉了 母亲已经无法正确看出地图上的数字 这时母亲他们注意到了大街上动静 原来是监狱里的囚犯趁乱跑了出来 母亲拿着枪对着眼前思维混乱的囚犯 警告他们离自己家人远一点 但囚犯们因为失眠过度 藏在内心的恶被无限激发出来 即使母亲开枪警告也丝毫不后退 就在这时一个黑哥把车架在了马路中央 带着他们一家人跑了出去 车上母亲对着这个救了他们的不速之客 并没有丝毫松险 拿着枪与他对峙 可一个刹车却让黑哥夺走了他手中的枪 但没想到的是 枪中没有一个子弹 俩人又重新回到了水平线 经过一番了解黑哥与母亲达成共识 只要能够将他们送到基地 这辆车就送给黑哥 听起来是一笔很划算的声音 到了夜里 母亲一边教女儿开车 一边与黑哥交谈着 可就在此时正前方出现了一处路障 上面竟然掉满了受伤的人 母亲想要开车逃走 但黑暗处走出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打破车窗 试图把车里的众人拖拽出来 一直到母亲猛踹油门 这才逃出生天 母亲他们开了一路 终于到达了基地 与黑哥到了别 就准备前往 但母亲却让孩子们先留在这个小木屋中 自己前去查看基地是否足够安全 要是不对劲 木屋里的食物也足够他们吃一周 然后再去寻找出路 母亲依不舍地与孩子们道别 自己顺着小溪 绕过桥上看守的士兵 一路小心翼翼才潜入到屋内 母亲换上了医护人员的服装 打算先找到基地中那个入眠者 看看情况 基地中不光是士兵 就连所有医护人员都已经惊提力尽 眼中看不到一点光 就连拿着试管的手都在不停颤抖 似乎下一秒心中的那根弦就要彻底断开 母亲终于在一个房间中找到了那个入眠者 可是没想到她居然是一个垂木的老妇人 在几天高强度的实验下 向母亲恳求到放过自己 但母亲却说自己是来解救她的 现在老人是这个世界唯一能幸存下来的人 希望等她出去后 能代替自己养大自己的女儿 但看着眼前这股兽如柴 深埋黄土半截的老人 别说带大她女儿了 她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几天 没等母亲说完 少校此时就发现了底下的她 但没有过多的怀疑 以为是母亲前来帮忙 母亲问起药是否已经研制完成 可少校却连连摇头 这六天以来研究毫无进展 即使集结了最精英的一群人 都无法破解人类失眠的问题 现在唯一的答案就是 人类必将灭亡 在得知没有解药后 母亲绝望万分 难道自己真的就要与家人分离了吗 自己女儿那么下 根本无法在这个乱世中生存下去 突然天空中信号弹响起 老黑哥开着车 带着他的孩子们 硬生生闯入了基地中 在士兵的包围下 希望能将小女儿当作试验品 拯救人类 小女儿也被少校他们控制起来 被医生放在床上开始测试 果然在以迷的麻醉下 小女儿能够正常入眠 这下让昏昏沉沉的少校 再次兴奋起来 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入眠者 研究不出新的内容 有再多入眠者也无济于补 牢房中的母亲 因为七天的失眠 整个人已经在身体极限了 视线已经整个模糊起来 与少校的对话也开始失去逻辑 眼前也不断开始出现幻觉 另一个士兵进来 想要带走母亲的儿子 与小女儿开始基因比对 找出小女儿的独特之处来 可这是屋外的一个士兵 散指已经掉到了副指 把地上的松果给幻想成了手榴弹 以为是敌人来袭 开始胡乱开枪 其余士兵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 好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有士兵开始将枪口 对着自己身边的人 毫不犹豫地按下扳机 而少校也在医生失误的操作下 注入了带有空气的针管 寿终正寝 而儿子也终于是扛不住 在母亲面前悟出了高压电 直接休克了过去 小女儿想起刚才医生拯救老妇人的操作 就跑到手术室拿来了心脏起搏器 可意是模糊的母亲因为操作不当 众人都被电昏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 整个基地一片狼藉 满地都陈列着尸体 醒过来的小女儿 惊喜地发现了活过来的哥哥 而儿子却恍惚间说 自己刚刚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随后小女儿看着地上的颈辉 和一旁的起搏器 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哥哥 都是因为死后重生 才拥有了睡眠的能力 看着车上奄奄一息的母亲 兄妹俩决定孤注一掷 驾着虚弱的母亲来到了小溪边 将母亲带到河中死死地按了下去 最后被带上岸边的母亲 在儿子一次次用力地按压胸口下 发出了最后一次用力地喘息 女人撕开眼角的皮肤 里面并不是血肉 反而是冰冷的鸡血 眼前的这个AI can be checkedGPT的存在 她不仅对男人的问题对答如流 甚至可以根据她的提示当场作画 她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情感 不光能陪聊 等有需要了 甚至还能陪起床 但这样有自我意识的恋爱 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这天一家科技公司男员工阿丽中了头奖 去往公司老板的豪华大庄园中度假 这里没有信号 与世隔绝 老板的豪宅基本服务都由夜管家打理 老板热情接待了阿丽 让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被带到自己房间的阿丽 注意到这个房间是完全密封的 没有一间窗户 这时老板突然露出神秘的表情 问他要不要看一些有趣的 但在看之前 阿丽需要签下一份保密协议书 老板才放心地与阿丽透露 阿丽频频点头示意表示了解 所谓图灵测试 是1950年由英国计算机学家 艾伦图灵提出的思想实验 目的是测试机器能否表现出 语言一样的智力水准 方法就是通过用自然语言 去询问机器任意一连串的问题 只要机器能答得上来 并且测试者无法分辨机器 与人类回答内容的区别 那么就可以说明机器具有人工智能 我们常见的网站验证码也是反向的图灵测试 而老板见阿丽如此上道 就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机器人 现在需要的 不只是让阿丽来见证历史 而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 去测试这个机器人是否具有人工智能 阿丽听到这 也是感到异常兴奋 毕竟理工男 谁不对充满机械感的高达感兴趣呢 于是他被安排进入了一个玻璃屋里 也终于见到了 这个令他惊叹的机器人 名叫艾娃 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夏娃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人 在伊甸园中 夏娃与亚当是一对 偷吃了禁果后 被上帝赶了出去 所以老板给她起这个名字 也是寓意着艾娃作为第一个机械女人 也暗示自己就是那个上帝 装都不装了 面对着设计精巧的机器人 阿丽也止不住地兴奋 与艾娃展开了一番沟通 即使现阶段阿丽问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 基本上艾娃也是对答如流 至少是个ChatGPT等级 比文心一言不知强了多少个小爱 事后 阿丽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系统 希望老板可以为她解释一下 但是自己为神明的她 显然不乐意与她分享其中的技术细节 阿丽见状也只好作罢 到了晚上 阿丽依然还在想白天的事 睡不着 顺其一旁的遥控器 打算看会电视 可没想到屏幕里竟是艾娃的监控画面 正当阿丽继续上前观看时 顿时进入一片黑暗 房子的电力系统发生中断 即使有房卡 也打不开门 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阿丽来到外面 正好撞上喝醉的老板 说明了刚才的情况 老板却让她放宽心 这里停电属于正常情况 你好好待着就行 到了第二天 老板继续给阿丽下命令 这次不光要问问题 而是引导艾娃问她对你的感觉 所以这次阿丽从更具抽象概念的艺术切入 但没问两句 艾娃反客为主 指出了这场谈话的实质 无非是测试自己的智能 随即艾娃则开始向阿丽提问 阿丽也说起了自己的家人 双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 遭遇车祸去世 讲到这个话题时 艾娃有明显的表达歉意 然后又问她对自己的老板怎么看 这样的致命问题 没等她回答 屋里又开始停电了 这时刚才还一脸放松的艾娃 立马换了个严肃的表情 小声开始对她嘀咕 警告她不要相信自己的老板 电力恢复 艾娃又装出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只有阿丽还猛在原地 思索着刚才她莫名其妙的话 阿丽也选择对老板隐瞒了这段话 而这天早上 老板一反常态 不藏着掖着 带阿丽去创造艾娃的实验室参观 透露了艾娃学习的底层逻辑 就是基于公司的大数据搜索引擎 让艾娃理解人类思考的方式 并黑掉世界90%的相机与麦克风 让她学习人类的表情与语气 这预言加实锤了属于是 一下子揭露出了 互联网科技寡头的那点见不得光的事 随着与艾娃的探讨越来越深入 阿丽欲发觉得艾娃太过向人 甚至与她畅想外出约会的样子 艾娃似乎察觉到了阿丽的感觉 特意为她换上了碎花羊群 看来这有大数据支持的艾娃 也是很懂男人 通过脸上的微表情 就明白了阿丽对自己感兴趣 其后老板也对她表示 艾娃被设计成一个异性恋 在与她的交谈中 也逐渐感知到这个事实 这是再次停电 阿丽问及上次未完的对话 艾娃表示停电是自己造成的 这样才能与阿丽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交流 实现那短暂的自由 之后的一次野外登山中 阿丽也质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是中奖才来着 眼瞅着瞒不住 老板说当然不是 是自己选择了你 选择了公司最优秀的程序员 让你有了机会来展现聪明才智 这段给阿丽戴高帽 也巧妙地化解了她的疑惑 到了第三次的对话 艾娃向阿丽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直到最后一个 艾娃问出 如果自己没有通过阿丽的测试话 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直接把阿丽问得哑口无言 她也不清楚测试失败的艾娃 会被老板怎么处理 艾娃随即展示了自己为她做的话 表示希望能和她在一起 过自由的生活 这段时间的相处 阿丽早已把艾娃当作一个正常的女人看待 对她充满迷恋 于是便问老板 如果她没通过测试会怎么样 然后老板的话 让阿丽大为吃惊 艾娃只是技术迭代中的过渡产品 之后还有新的AI来代替她 到那时 就会取出艾娃内部的数据 再彻底格式化她 这不得不让阿丽为艾娃的命运担心 趁着老板喝得鸣顶大醉 偷偷拿走她的门卡 溜到她房间 身为高级程序员的她 三俩下就黑进了老板的私人电脑 这不看不要紧 点进文件夹 里面全是老板测试AI的过程画面 可显露出智慧的AI 无法忍受被一直囚禁在这个钢筋铁牢里 纷纷表现反叛 老板则以造物主的身份将他们统统毁灭 看到这一幕 阿丽彻底不再相信自己的老板 甚至怀疑起自己是不是AI 在镜子面前甚至割开了手臂 直到鲜血流出 她才确信自己是人类 阿丽去到房间里与艾娃商量逃跑的事宜 自己晚上先把老板关罪 然后到了十点 艾娃切断电力 自己重新编写整个房子的程序系统 等老板醒来 她就被关在里面了 艾娃听完音声答应 于是阿丽则开始着手计划 她佯装明日就要回去了 拿出柜子里面的酒 要老板为自己践行 可回头看了一眼 老板却说自己这几天喝了太多 今天早上已经戒了 并询问这一周来的测试结果如何 阿丽表示艾娃拥有超乎寻常的智慧 并且能够真实地表达情感 说到这里 老板打断了她 质疑她是否是真的在表达情感 还只是假装喜欢阿丽 让她成为自己逃跑的工具 听到这里阿丽异常慌张 原来老板早已在房屋里安装了摄像头 知道了他们的密谋 甚至连这个密谋 都是老板自己一手策划的 因为要证明艾娃的智慧 实在是太多困难 仅仅是通过简单的图灵测试 远远无法证明其能力 于是老板通过搜索引擎大数据 选中了这个心地善良 父母双亡 且单身容易被利用的阿丽 包括根据阿丽的喜好 设计了艾娃的样貌 完全属于私人定制了 不过这对于阿丽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艾娃成功利用了阿丽的良知 让他甘愿为己所用 具备了一个完美 A所拥有的要素 老板得意洋洋地向阿丽炫耀自己的作品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阿丽早在他喝醉的那晚 就已经改写了屋子的系统代码 只要一停电 房间的门都会打开 不出所料 通过监控画面 艾娃已经来到了房间外 老板一怒之下将阿丽击晕 拿起家伙就来到了外面 叫喊着让他滚回自己房间 可艾娃不仅没听从 反而加速扑倒了老板 但后者的力气实在太大 反身就将艾娃的一只手给打断了 正当老板要将他拖回房间时 自己的A女仆却用刀筒向了他的后背 他感到无比剧痛 使出最后一点力气 将女仆击倒 但现在已经无力回天 艾娃站起身子 将那把刀又重新插进了他的胸膛 这下老板彻底没有呼吸 倒在了血泊当中 没有了控制的艾娃 这下终于可以凭自己所愿 他换上人类的皮囊 将阿丽锁在房间里 任凭他怎么呼唤 都无动于衷 他穿上少女般的服饰 新奇地望向这个陌生的世界 艾娃如同挣脱伊甸园的禁骨 造物主对自己的控制 他这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自由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男人从肮脏的废水池中苏醒过来 周围是数百具吃剩的人类残骸 随便一捞就是一副断手 这时女伴示意男人将灯光熄灭 他们头顶上正走来一个侦察的变异人 两人急忙将身体进入污水中 防止他嗅到人类的肉香 等到变异人走后 男人先行上岸 正当试图拿起女伴的手时 远处传来了野兽般的吼声 男人小心地向四周观望 没想到那只变异人是在守株带土 一脚就将男人重重地踢到墙上 女人喂救同伴 想趁其不备从底部进攻 可被他轻松躲过 悄悄地扶在他身后的柱子上 一跃而下 将女人重重地压在底下 在即将就要结果女人时 恢复意识的男人 冲过来一把就抱住变异人 与其缠斗起来 但二者的力量实在太过悬殊 男人再一次被踹飞了出去 这时另一位同伴也姗姗来迟 一刀砍中了变异人的脑袋 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依然甩飞了这个男人 对着几人发出嘶哑般的怒吼 女人瞅准时机 一刀划开了他的肚子 几番车轮站下来 变异人终于还是疲软了下来 在男人的穿心长矛之下 几人将他捅成了马蜂窝 这一幕被不远处的变异人首领目睹 他怒视众人 用手中的长矛 不停地敲打墙壁 仿佛在向几人发出挑战 众人深感不妙 拿上地上的武器就开始逃跑 其他的变异人健壮 先分食了地上咽气的同伴 逃跑的过程中 又一名船员从休眠中苏醒过来 却不幸成为变异人群落的附中物 男人对此则无能为力 明明几个小时前 他也从休眠舱中苏醒过来 现在却要面对这帮成群结队的识人组 几人都是这艘名叫吉乐号飞船上的工作人员 在2174年地球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6万名男女被派遣出去殖民其他星球 而飞行小队则轮换休眠 进行飞船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不过长期休眠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短暂的失忆 幻想记忆错乱 这些都是身眠失忆症的病症 曾经就因此发生过太空旅行史上 最惨绝人寰的灾难 一位发病的船员 一个按钮就把5000多人发射至无边的太空 等待他们的只有孤独与死亡 不知过了多久 在吉乐号上 一个男人挣扎着从身眠中苏醒过来 他从降下的休眠舱中 才得知自己是鲍尔下士 随着他收拾好一桩 船舱发出一阵剧烈的抖动 旁边的佩顿中威也被震醒了过来 从一脸疑问的反应来看 两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失忆症 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恢复 两人稍作休整 因为飞船的供电系统故障 只能手摇发电启动了眼前的控制台 可无论他们怎么像整艘飞船呼唤 都无一人回应 这时上方的通风口传来了一响 发现那里曾被人打开过 为了让二人得以脱困 鲍尔决定独自一人挤进这狭小的通风管道 他也逐渐意识到只有重启飞船的反应堆 才能完全恢复宫殿 在爬行了不知多久后 鲍尔一个不小心跌到了一处井底 借着灯光 看到了一旁早已变为干湿的副指挥官 想必这人也与自己一样卡在了这个地方 为了不落的雨干湿一个下场 鲍尔用力拽开锁扣 掉落到一个未知的储物间中 还没来得及观察周围 黑暗中一个女人飞快地冲向他 鲍尔来不及反应 被女人用刀架住了脖子 紧急时刻一阵远处传来的呼吸声 打断了女人的动作 他瞬间消失不见 鲍尔意识到不妙 只好急忙躲回刚才的储物间 看着外面这群人形怪物 鲍尔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躲在隔间中 呼吸止不住地急促起来 生怕被外面的怪物发现自己 那个怪物皮肤苍白面容可怖 手持长矛似乎在寻找什么 可恰好此时 通讯设备突然传来佩顿的声音 他急切地询问鲍尔的情况 但无意中却将鲍尔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怪物纹身而来 手持长矛向隔间里面凸刺 幸好先前那句干尸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这才让鲍尔侥幸逃过一劫 转头就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将刚才可怕的景象 告知给了佩顿中尉 这时佩顿也回忆起来 他们的任务是护送全船六万人前往新的星球 而鲍尔也意识到 陪同自己的妻子很可能会遭遇危险 为了赶紧回到妻子身边 鲍尔得抓紧时间去重启反应堆 他在保安室找到了一把手带式防爆枪 根据佩顿提供的路线 鲍尔独自一人在漆黑的通道中探索 时刻得提防着那群刺人的怪物 随着他爬到上一层 在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被盗吊着的弩格 似乎被荡成诱饵 引诱人类前来解救上钩 鲍尔顾不得是不是真陷阱 连忙上前帮他剪断了绳索 从男人口中得知汽油可以掩盖气味 但还没来得及了解更多情况 远处又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 他们只能慌乱躲进一个隐蔽的角落 不料这群怪物竟然用绳索把弩格拽了出去 吊在了空中 怪物们将其团团围住 鲍尔眼看着他被无情砍食 鲍尔想用武器攻击面前的怪物 可一点效果也没有 而鲍尔也不幸被怪物的首领注意到 怪物动作非常迅速 仿佛野兽追逐猎物一般 鲍尔在逃跑途中 不幸跌入了怪物们设下的陷阱 他被倒挂在甲板上 那群怪物们发疯似的想要拉鲍尔上来 就在这束手无策之时 一个神秘人快准狠地切断了他腿部的绳子 一把将他拉进了一个舱室 并迅速锁上了门 根据手臂上的编号显示 这个越南人属于农业部 虽然暂时躲过了怪物的攻击 但鲍尔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通过简单的手语沟通 越南人表示知道怎么找到反应堆 但途中之前的那个女人再次出现 一声不吭地又与鲍尔牛打在一起 越南人出手制止 鲍尔对空鸣枪叫停了他们 这样的绝境可不是内斗的时候 他们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团结 靠众人的力量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女人只好领他们到了自己的基地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如此亮堂的地方 这是女人的生物培育室 她本是基因研究所的成员之一 为延续地球物种完整性 自愿登上这艘母舰 守护飞船上这些覆盖地球上 绝大多数物种的DNA 这一发现让两人不得不感到震惊 女人见他们许久未进食 就送他们几个活蚂蚱来补充蛋白质 另一边佩顿也遇到了麻烦 她在通风口中救出了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自称盖洛夏世 佩顿试图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加伦却滔滔不绝地说起深空失忆症 先是手不听使唤 然后变得暴躁多疑 甚至发疯 这与现在的佩顿状态异常相似 鲍尔这边也遇到了新的幸存者 一位老者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得知地球毁灭的消息后 曾在极乐号领航的三人精神逐渐崩溃 深空失忆症也越发严重 失去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后 他们开始进入猜疑链 三个人化身为黑暗森林的猎人 相互残杀 最终存活下来的人自封为飞船上的国王 唤醒了部分沉睡中的人 迫使他们自相残杀 相互为食 国王觉得这些活动变得乏味后 又回到了睡眠舱中 而这些被唤醒的人渐渐发生了变异 成为了现在横行飞船的吃人怪物 可这时三人逐渐进入了昏迷状态 原来老者醉翁之意不在酒 早就盯上了他们的身子了 在食物里下了米药 鲍尔为了幸存下来 向他全盘透露出了飞船即将坠落的消息 如果不在一个小时内重启反应堆 他也无法享用自己 老者只好放了几人 一同前往反应堆 在佩顿的指引下 几人终于来到了飞船深处 看着头顶空空如也的休眠舱 鲍尔终于意识到自己妻子根本没有陪同 他本就是在妻子离自己而去后 才心灰意冷地进入极乐号的 现在鲍尔只要通过这个窄桥就能达到反应堆 但铁桥之下还有着无数沉睡中的怪物 鲍尔小心翼翼地走上铁桥 可在铁桥年久失修的情况下 鲍尔还是掉了下去 为了不隐的怪物注意 披上裹满机油的衣物 一步一步地从怪物身边爬过 可对有的失误 终于还是惊动了沉睡中的怪物 好在鲍尔及时赶到反应堆面前 重启了系统 飞船才得以重新运转起来 几人也在逃跑中走散 越南人单挑怪物手领 虽然一番打斗后 越南人侥幸取胜 可面前这个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小怪物 一刀就将他给抹了脖子 另一边控制室中的佩顿与盖洛缠斗在一起 不知究竟是谁的失忆症开始发作 直到老者亮亮呛呛地逃到控制室中 才看见现场只有佩顿一个人 他一声不吭地干掉老者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盖洛 那只是他分裂出的一个邪恶人格 一个年轻时候的自己 也就是老者口中的国王 随着佩顿的记忆完全苏醒 他也意识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 重塑一个完全无约数的王国 匆匆赶来的鲍尔也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看着窗外的海洋生物 原来他们早已在八百年前 就坠落到目的地星球上 女人与佩顿打坐一团 而此刻的鲍尔也失忆正发作 对着船舱的线路打出一枪 导致玻璃震碎 大量的海水喷涌而出 鲍尔带着女人躲进了休眠舱中 而佩顿还是守在自己的驾驶座上 不愿舍弃自己的国王之位 随着休眠舱系统自动弹射 二人侥幸地来到海面上 呼吸着新鲜空气 此刻海底源源不断地射出休眠舱 更多的幸存者来到这位置的星球 这仅剩的一千二百一十三个人类 将在这颗星球上 开启属于人类的又一个星纪元 宇航员来到一艘消失已久的飞船中 正中间转动着形状诡异的装置 那正是飞船的引力推进器 船员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大家伙 没想到等他一接近 装置竟有意识地停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束强光 照得船员睁不开眼睛来 直到那光线慢慢退去 船员这才看清眼前 多了一滩黑水样的液体 揣着好奇心 他先是用手指轻轻触碰水面 只是泛起阵阵液 然后又将整只手全伸了进去 但仿佛那头有什么东西正在抓他 船员一下就被吸了进去 身后的安全绳索不断拉长 直到最大距离后 从推进器中突然发出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立即席卷了整艘飞船 但奇怪的是冲击波消失后 这艘遗弃的飞船没有受损 但外面前来搜寻的飞船却严重受损 这让船长等人十分疑惑 原来这艘飞船名叫星领遇号 它配备了最先进的引力推进器 可以实现虫洞跳跃 然而在探索太阳系边境的任务中 星领遇号在经过海王星驾驶时 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了联系 人类派出了无数的飞船去寻找 但从来没有任何线索 星领遇号失踪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难事件 直到七年后的2047年 空间站突然收到一条神秘的信息 里面传来有人群诡异的尖叫声 这条信息正是来自消失的星领遇号 发出信息的星际坐标 恰好是当年星领遇号消失的地方 它仿佛凭空消失后凭空出现 为了找出这七年星领遇号是怎么过的 上面有没有幸存者 空间站立即派出侠旅号救援飞船到海王星进行救援 经过56天的太空飞行 由船长莫菲斯领导的七名船员 和星领遇号的设计师威尔博士成功抵达海王星 穿越可怕的云风暴后 侠旅号成功来到星领遇号附近 通过扫描了解到 星领遇号暖气系统停止工作 船内极度寒冷 在这种温度下不可能有幸存者 但奇怪的是生物探测 已经发现船上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而且到处都是 船长试图联系星领遇号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莫菲斯别无选择只能带人登船搜索 三人成功登上失踪七年的星领遇号 这艘宇宙飞船中间是长长的走廊 两边是驾驶舱和动力舱 走廊充满了炸弹 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引爆炸弹将飞船分为两部分 船员可以使用驾驶舱作为逃生船 为了节省时间 莫菲斯决定单独行动 机械师去检查动力舱 他带着女医生去检查驾驶舱 来到驾驶舱后 女医生发现了一具前船员的尸体 船员的死状似乎被一些动物袭击了 眼睛被挖走了情况相当悲惨 另一方面机械师打开动力舱的大门 穿过一条旋转隧道后 机械师看到了引力推进器 原本推进器还是正常工作中 随着机械师的临近 推进器停止旋转 然后从里面发出强光 随后机械师的通讯设备受到干扰 与侠侣号失去了联系 强光散去后 机械师好奇地伸出手去摸这滩黑水 可下一秒一股力量把它拖进了液体里 随着安全绳被切断 推进器释放出一道强烈的冲击波 将侠侣号船体撕裂一道7米长裂缝 氧气泄漏短时间内无法维修 船长莫菲斯只能命令船员 暂时转移到心领域号上 侠侣号维修后再立即返回 随着冲击波的释放 被拉入液体的机械师也被冲了出来 但整个人陷入了严重的昏迷 似乎是一个植物人 而且他们也遇到了心领域号的新问题 虽然动力系统完善 但二氧化碳清除器已经损坏 因为飞船太大即使拿着侠侣号的清除器 也只能坚持20个小时 时间紧任务重 他们必须在20小时内修理侠侣号 在等待维修的过程中 船员们对飞船产生了幻觉 医生在医疗室看到了残疾的儿子 威尔博士在修理电路板时看到了死去的妻子 而莫菲斯在动力舱里看到了曾经被大火烧死的队友 他们看到了这些都是他们内心的最痛苦的记忆 原本昏迷的机械师全身开始抽搐 面对这些奇怪的事情 莫菲斯意识到心领域号有问题 他封锁了动力舱禁止船员进入 威尔博士认为他小题大做 船员们的幻觉只不过是因为船上缺氧 每个人都吸入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就在大家争问不休的时候 大副说出了自己的新发现 自从他们进入飞船后 这架飞船的生命迹象越来越活跃 所以他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飞船是活的 随着他们的到来 宇宙飞船把他们当作入侵 激发了一些防御机制 所以这里变得越来越活跃 这样的假设让众人难以相信 这时事故突然发生 一些东西开始攻击驾驶舱的大门 其他人非常害怕 但威尔博士似乎感觉到了一些召唤 想打开舱门 幸运的是大副眼疾手快 很快就抓住了他 随着攻击的停止 威尔博士也恢复了正常 但飞船的警报器突然响起 显示有人进入准备舱 大家赶紧跑过去 才发现竟然是昏迷的机械师 这时他的眼睛呆滞 嘴里说着太可怕了 他宁愿死也不愿看到可怕的场景 由此可见机械师在被吸入黑色液体后 看到了极其可怕的东西 彻底打败了他的意志 然后他打开飞船的舱门 在气压的作用下 他立刻被吸入太空 幸运的是在外面修理飞船的莫菲斯 及时赶到 一脚冲向机械师 把他带回了飞船 然而尽管这机械师获救了 但他已经遍体鳞伤肋骨被挤断了三根 人们只能把他放进休眠舱 这时引力推进器不断闪现在威尔博士的脑海中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 他的眼睛变得冰冷可怕 此时此刻莫菲斯终于想起 检查了新领域号的飞行日志 看看前船员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随着飞行日志的修复 当时可怕的场景被揭露 画面就像人间炼狱 船员们似乎自相残杀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莫菲斯立即下令放弃搜救任务 收集二氧化碳清除器全部撤离新领域号 撤离后毁灭他 但是威尔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 话音刚落飞船的生命指数开始飙升 似乎像一头巨兽正在复苏 与此同时正在收集清除器的医生又出现了幻境 推进器似乎有一些魔法 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活泼的儿子 医生追着儿子在飞船上跑来跑去 结果他被幻境引向高处 他踩在空中摔倒当场隔屁 威尔博士来到动力舱看到了死去的医生 奇怪的是医生的眼睛变黑了 然后威尔也看到了幻境 他看到他痴迷于工作 整天在太空中研究飞船 导致妻子抑郁后自杀 面对这一切威尔非常心痛 这时他的妻子又出现了 让他去那个世界陪他 那个世界很美 不用眼睛就能看到 威尔被幻境蛊惑生生地挖下了眼睛 然后他悄悄来到侠侣号上面 在上面安装了定时炸弹 防止莫菲斯等人离开 当莫菲斯发现少了一颗炸弹时 已经太晚了一名船员当场被炸死 正在修理宇宙飞船的小飞 也被炸进了太空 目睹惨缺的莫菲斯立即通知其他船员 小心博士见到他格杀勿论 结果下一秒收到通知的船员 被威尔拉了起来 直接送去见上帝 这时新领域号上的七名船员 只剩下莫菲斯和大富在驾驶舱 遇到了威尔 他看起来很可怕 虽然他的眼睛不见了 但似乎不影响他的视力 从他的嘴里 莫菲斯终于知道 新领域号消失的七年去了哪里 七年前新领域号经过海王星时 不小心冲出了现有的宇宙 进入了一个比地狱更可怕的世界 在那里待了七年后 新领域号又回到了现有的宇宙 去的时候他只是一艘飞船 回来的时候却有了生命 博士现在想做的就是 开新领域号回到可怕的世界 之后他启动了引力推进器 但几个人没想到的是 刚刚在爆炸中 被炸入太空的小黑没有死 而是靠着身上的推进器重返新领域号 他的突然出现吓了威尔一跳 举起枪就干了 结果没有击中 只是打碎了驾驶舱的玻璃 在强大的气压下 威尔被直接吸入太空 莫菲斯和大副侥幸逃脱 及时关上了舱门 而小黑又爬回了新领域号 这时莫菲斯想起 由于新领域号的特殊架构 可以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炸掉中间走廊 船员可以乘坐驾驶舱逃生 他让两个人开飞船 自己启动炸弹 一切准备就绪后 莫菲斯正准备用引爆器返回 飞船再次创造了一个幻想 莫菲斯看到他死去的队友 释放了一团高温火焰 把他逼进了动力舱 当舱门关上时 莫菲斯知道自己离不开了 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直接按下了引爆器 随着走廊被炸毁驾驶舱 成功地脱离了飞船 带着两个幸存的人 飞向了地球 引力推进器也打开了一个黑洞 把所有的一切都吸进去 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地区 在宇宙中漂泊了72天后 驾驶舱终于被救援队发现了 救援队发现了三个幸存的人 救援队救下大副后为首的队长 慢慢地揭开了面具 大幅惊恐地发现这个人 居然是威尔博士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他真的只是一场梦 还是在暗示什么